鸭鸭是带着怎样的表情踏入变异水之巢穴,楚光并没有太注意到。 不过,当她拎着一大袋蘑菇出现在仓库门口的时候,那张脸上总归是带着灰头土脸的喜悦。 看着那塞满一麻袋的蓝色蘑菇,楚光的语气不禁带上了一丝惊讶。 这么多。喘着粗气的鸭鸭用力点了点头,嘿嘿笑着说道,我进去了三趟,差点就被咬到了,嘿嘿。 楚光,三趟,这也太勇了,反正她是不敢的。 称量过后,一麻袋蘑菇总共有70公斤,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楚光的预料。 按照她原本的估计,称死能摘个四五十公斤左右,没想到她居然干到了七十公斤。 一共五百六十铜币,折合银币五十六枚,除此之外还有七百贡献点。 自己会不会给太多了? 算了,毕竟是人家冒着生命危险传的。 听到管理者嘴里念出的数字,呀呀激动地跳了起来,兴奋地挥着拳。 耐斯,发财了哈哈哈哈。 楚光,虽然我是个NPC,但你能不能找个没人的地方兴奋? 一枚银币的厚度不到两毫米,五十枚捆成一叠大概九至十厘米,相对于避难所的小金库只是沧海一宿。 拿到了报酬,压压开心地哼着歌走了,而站在仓库门口的楚光,却是摸着下巴心中私存。 目前最有钱的玩家大概是老白,方掌他们了,他们的实力和对游戏的理解差不多是玩家中的第一梯队。 这段时间,他们一直在打猎,几乎摸清了附近猎物活动最高的几个区域,一天的收入已经从52枚银币涨到了最高100枚。 就算打猎的收入不稳定,这几天下来应该也攒了不少钱。 出于安全考虎,楚光每天都会检查玩家们的储物柜。 不出意外,今天牛马小分队应该就能攒够200枚银币,集资买下距离复活点最近的土地。 除了他们,其他玩家存款也在稳定上涨,即使购买木制武器、铁制武器、皮革护具、预含大衣、工具以及食物会消耗掉一些,存款最少的玩家也基本持有10枚银币以上。 或许应该更新一下银行功能。 这样一来,不但能节省玩家们的储物空间,还能把他们存起来的银币再发给他们。 楚光越想越觉得有道理,立刻摸出兜里的小本本寄了下来。 等有机会了,这个功能必须安排上。 将蘑菇存进仓库的同时,楚光顺便清点了下仓库的库存。 除去和洪河镇的行商交易消耗掉的那部分,鲜肉鱼量已经接近700公斤,扣去日常消耗,每天大概能入库100至200公斤的样子,并且其中一多半都是牛马小分队贡献的。 今天已经是20号,如果运气不是太差,到月底应该能将库存提升到2000公斤,拿出其中一半换成蛊物和鼠类,至少能换到5吨左右。 按照每人每天消耗4两肉,7两米来算,1000公斤风干肉足够100人50天的消耗,5吨穀物足够100人142天消耗。 当然,这些都是理想情况下,实际情况与理论估算值出现20%以上的偏差都不奇怪,毕竟饭量本来也和运动量有关,活干得多自然也就饿得快,没活干的时候一天一顿都没问题。 如果要将封测人数提升到100人,必须将理论预估粮食储量翻一倍,尤其是肉食,要是冬天也能打到猎物就好,万一打不到猎物就麻烦了。 不过换一个角度想,也许用不到那么多粮食也说不定。 太冷的时候没必要所有人都上线,甚至没必要每天都上线。 而如果是在休眠状态下,克隆体消耗的物资会大幅度减少,最长甚至能连续7天不进食。 只是玩家们未必会乐意这么长时间不上工就是了,肯定又是在官网上阴阴阴。 不过楚光也想好了对策,到时候一具服务器维护就OK了。 哪有不维护的服务器? 这很合理。 看着手中的账本,楚光正思考着避难所的未来,而就在这时,一名玩家从外面小跑了进来。 管理者大人,有土著来了。 土著? 从账本上挪开视线的楚光微微愣了下,虽是其前脚刚走,总不可能又回来了吧? 难道还能是别人? 将账本还给了担任仓库管理员的玩家,楚光看向和自己报信的那名玩家问道, 他们有多少人,从哪个方向来的? 南边? 是两个男人,还有一个女孩? 南边? 听到这个方向,楚光便大概已经猜到来的人是谁了? 前哨基地的南门? 脸上爬着皱纹,穿着瘦皮大衣的老人,抬头望着那道上百米宽的混凝土墙,浑浊的瞳孔中写满了震撼与惊讶。 他上一次来灵湖湿地公园,好像都是两年前的事儿了。 贝特街的拾荒者们探索方向主要是往南,除非是打猎,很少会沿着出城高架往北,毕竟那里可能遇上打劫过往商队的掠夺者。 至于灵湖湿地公园,大概是拾荒与狩猎都会错过的盲区。 这里既没多少猎物可以打,又没多少垃圾可以捡,几乎没有幸存者会特意光顾这里。 没想到居然有人在这森林里建起了一座幸存者据点。 三米高的混凝土墙虽然看着稍矮了些,但胜在崭新和牢固, 比起贝特街那座羞羽补补的破墙,安全感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围墙大门的附近,站着些身穿蓝外套的避难所居民。 老人壮了壮胆,开口吆喝了声, 我是来见你们的管理者的。 没有人回应他,那些人就这么看着,不太礼貌的小声交头接耳, 倒也分不出他们的目光中带着的是善意还是恶意。 似乎,更像是单纯的好奇。 你确定是这里? 老人看向了旁边的二儿子,眼中有些迟疑。 身上背着一只很大的包裹, 鱼虎面对老爹询问的眼神, 用力点了点头,语气肯定地说道。 就是这! 老人脸上的表情明显更迟疑了。 他们好像不欢迎我们。 鱼虎表情有些微妙地尴尬, 凑近老爹小声说道。 也许他们并不是不欢迎我们, 只是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 老人愣了下。 听不懂? 不至于吧, 之前那个穿蓝外套的外乡人, 不都听得懂吗? 鱼小鱼看了眼父亲和哥哥, 又瞅了眼面前的围墙。 乌溜溜的大眼睛里写满了好奇。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贝特街, 而且是去到这么远的地方。 楚光, 真的在这里。 这时候, 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口, 看清那张脸时, 小鱼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然而, 附近的陌生人太多了。 藏在哥哥身后的他只露出了半张脸, 怯生生又好奇地张望着。 在一众蓝外套的簇拥下, 楚光走到三位的面前, 停下了脚步。 看向打头的老人, 楚光还没开口打招呼, 老人便毫无预兆地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把周围的人都给整猛了。 楚光也猛了。 这是干啥? 爹? 鱼虎一脸惊讶, 但还没来得及开口问, 便被他爹一把拽着胳膊, 也跟着跪了下来。 小鱼一脸懵懂。 他不明白老爹和哥哥在干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才好, 于是也试着去效仿老爹和哥哥的动作。 你们这是干什么? 快起来! 楚光一脸头大, 上前把老人家从地上扶起。 但老人不肯起来, 只是低着头, 喉结动了很久, 好半天才从嘴里挤出一句话。 谢谢! 您救了我们一家? 他已经老了, 顶多还能干个两三年, 就再也干不动了, 事实上今年都有点勉强。 而他的儿子鱼熊, 作为瑜伽的长子, 同时也是瑜伽最强壮的劳动力, 可以说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 若是鱼熊一旦出了事, 他们一家子人都得挨饿受动。 老人心里明白得很, 这个外乡人不只救了他儿子一命, 更是救了他们全家。 不过楚光倒是没想那么多, 他也不是每件事都要算计一下的, 就人不过是顺手而为。 你这样让我很为难, 总之先起来吧。 现在也不是谦虚的时候, 总不能让人一直跪着。 说着, 楚光手上稍微用了点劲, 将老人家从地上扶了起来。 也许是因为楚光说的那句为难, 老人起来之后倒是没有继续跪了, 转而伸手取下了自己二儿子背上的包裹。 那是用鹿皮扎成的包裹, 里面叠这些动物的皮毛, 看着沉甸甸的。 老人双手托着, 将它递到了楚光的手上, 语气诚恳地说道, 您是我们瑜伽的恩人, 我们不能让您白白浪费宝贵的药。 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您, 这些皮毛是从便衣猎狗和驯鹿身上 包下来的, 一共有七张除去留给镇长的贡品, 这是我们的全部财产。 我知道这些东西不足以报答您的恩情, 但如果什么也不做, 我们会心有不安。 还请您收下。 一贫如洗之人的全部身家, 自己真要是收下了, 那才真是心有不安。 楚光一时间哭笑不得, 直接收下也不是, 不收也不是。 不过就在这时, 楚光忽然心中一动, 想到老人就算把这些毛皮拿回去, 也是卖给贝特街的老水质, 然后被狠狠地宰一刀, 根本换不来多少钱。 他记得很清楚, 在老查理的杂货铺门口挂着牌子, 上面写着一张变异猎狗皮换两点筹码, 一张驯鹿皮换四点筹码。 这七张皮里有四张是变异猎狗的, 三张是变异驯鹿的, 按贝特街的价格, 这位老人最多能卖到二十点筹码。 这种不平等的交易, 本身就已经是剥削了, 更不要说这二十点筹码在贝特街 几乎换不到什么好东西。 比如清麦, 想用筹码在贝特街购买清麦, 一公斤得要足足三点筹码, 这个价格本身就几乎是布朗农庄的三倍。 相当于十张能预寒的瘦皮, 一卖一卖, 居然还换不到十公斤穀物, 而且还是在粮食涨价之前。 这合理吗? 肯定特么的不合理呀。 当然, 这些幸存者们拿着毛皮换来的筹码, 主要还是去换盐或者其他生活用品, 直接购买穀物还是比较少的, 毕竟它们自己会种一些羊角鼠, 还会挖树根捉老鼠和打猎来获取口粮。 但无论怎么说, 这老水质也太过分了, 楚光早就看它不顺眼了。 于是乎, 楚光果断伸手将这些毛皮全部接了过来, 递给了离它最近的玩家, 吩咐说道, 把它送去仓库, 再取一公斤粗盐过来, 我会给你五同币报酬。 五同币虽然不少, 但哪有剧情有意思? 那玩家一脸不情愿。 虽然管理者和这些土著在那儿鸡里呱啦, 什么他也听不懂, 但这年头谁还没看过两部没字幕的电影。 不过管理者都已经把东西塞到了他手上, 根本没给他拒绝的机会。 眼看着自己不动, 剧情都不走了, 这位小玩家就算心里一万个不情愿, 也只能撒腿往基地里跑了。 没有等待很久。 先前跑回基地里的玩家, 很快拎着一只黑色的塑料袋小跑了出来。 褚光从他手中接过粗盐, 塞到了老人的手中。 毛皮我收下了, 这些粗盐差不多有一公斤, 你就当是礼尚往来好了。 老人一愣, 看清袋子里的盐, 顿时急了, 连忙将这袋粗盐推回来, 死活不肯收下。 那怎么行? 你是我们瑜伽的恩人, 我怎么能收您的礼。 一公斤粗盐。 在贝特街, 一百克得要两点筹码, 一公斤那就是二十点筹码, 更不要说他们撑盐的时候 还总被缺金少两, 品香好的还被翻着翻卖。 褚光拿来的这袋盐, 虽说也是粗盐, 但品质比起老镇长名下的杂货铺里 卖得可好太多了。 至少看着透亮, 光泽没那么浑浊, 颜色也没那么黄。 你就收着吧, 这次就当我占你个便宜。 不由分说地将塑料袋推了回去, 褚光看着老人笑了笑说, 下次如果还有这种毛皮, 你拿来我这。 一张猎狗皮换一百五十克, 鹿皮换三百克。 你们有多少, 我收多少。 下集粉丝换一百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